哈喽,小朋友们好,我是堂堂姐姐 小朋友们好,我是熊大 小朋友们好,我是猪猪侠 小朋友们好,我是美洋洋 好了,熊大,猪猪侠,美洋洋打完招呼之后 就到了堂堂姐姐的实验课堂了 今天我们的实验要做什么呢 一起来看一看,堂堂姐姐准备了什么 看看,哦,有一个小碗,把它取出来 小碗取出了,还有一个小水桶 什么呀,唱 小螺丝 铜丝 又一个说明书 那今天的实验是什么呢 你们拆出来了吗 问堂堂姐姐告诉你们 今天呀,我们要做水的福利 那水的福利要用到什么呢 对了,需要用到水 我们来看看小水桶是要怎么做的 小水桶我们要把小铜丝往上小孔穿进去 嗯,绑好了 绑好了,绑好之后,把我们的冲拿出来 弹簧秤 弹簧秤 弹簧秤要怎么用呢 好,堂堂堂姐姐来告诉大家 弹簧秤,我们把它勾在小水桶上 看一看,现在这里是零 那堂堂姐姐要放一个小螺丝了 到几呢 1.5 放两个 到了几呢 1,2,3,4,5 到了5 那现在我们把小碗里面放进去水 看看,这里放上了水 那我们把小桶放进去 小桶 把小桶救回来了 救回来之后,我们把它勾上 放到水里 看看,现在还是凉 刚才老师堂堂姐姐说了 这是1.5 那现在放进去看看 它是不是会到凉 放到水里去 现在是不是也在凉了 那说明什么呢 哦,小桶 放到水里有浮力的 它把小螺丝扶起来了 那我们单把小螺丝放进去呢 嗯,怎么样 看一看 沉到底下去了 把它拿出来 放到小桶里 两颗螺丝都放到小桶里 看看,现在在酒 我们把它放下去 会浮起来吗 嗯,掉下去了 酒 是 浮不起来的 把它倒出来 那堂堂姐姐呀 今天不光准备了小螺丝 我们再来看一看 其他的东西可不可以浮起来呢 好,现在呀 看看堂堂姐这有 塑料小饼干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 试一试 哦,也沉下去了 沉下去了之后呢 放到小水桶里 再试一试 试试 我们来撑一撑 它有多重 哦,几乎每遍 那我们放它下去 没有沉底 为什么呀 哦,因为它放到小水桶里去 小水桶是有福利的 那么单独放小水桶 看看小水桶会沉下去吗 美洋洋,你觉得小水桶会沉下去吗 嗯,不会不会的 试试 小水桶,怎么样啊 哦,没有沉下去 这里还有小木盆 小木盆 看看 小木盆 自己放进去 都没有沉下去呢 那说明什么呢 木头 具有福利 小木盆 上面 放一个小螺丝 会不会掉下去呢 哦,一下就沉下去了 那我们再来试一遍 小木盆 放上一块小饼干 哦,木盆 把饼干 浮上来了 小木盆 小木盆 怎么样啊 和小水桶 具有一样的功能 大头娃娃 会掉下去吗 大头娃娃 也掉下去了 上面怎么样 这些水浮不起来 大头娃娃 大头娃娃 放到小木盆 上试一试 也浮不起来 大头娃娃 太重了 我们还有小搓板 小搓板 会浮起来吗 小搓板 也浮起来了 那我们来称一称 小木盆 有多重 我们把它放到 小水桶里 小木盆的重量是1 小搓板的呢 小搓板的重量 几乎是称不出的 所以小搓板 也可以浮起来 小搓板 可以浮起来 只有小搓板 它好沉 这些水啊 浮不起它来 大头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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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啊 来看一看 大头娃娃 也特别的重 所以 它浮不起来 水 是具有浮力的 像 像我们这些水 它可以浮起来 小木盆 小木板 还有 小水桶 那如果我们有 这么大一盆水 大头娃娃可不可以浮起来 哦 是可以浮起来的 因为它是塑料的 具有浮力 那螺丝可以吗 熊大熊大 你猜 螺丝可以吗 哦 不 不可以吧 螺丝是铁的 对了 螺丝是铁的 不具有浮力 好了 今天呀 我们的实验课 就上到这里了 要跟小朋友说再见了 小朋友们 再见 小朋友 再见 小朋友们 再见